今天和大家註一註話題 我們討論電影 因為在內地的賀歲檔裡面 冠軍電影《流浪地球》 可以說是過去二三十年裡面 應該都是最成功的一部 中國自己製作的科幻片 不過在講《流浪地球》之前 其實今天我想先回顧一下 中國的科幻電影 究竟過去幾十年裡面的歷程是怎樣的 我想說科幻電影 大家都不會想起中國 因為中國確實拍的科幻電影很少很少 建國之後其實有紀錄的第一出的科幻電影 應該是1980年上海電影製片廠 製作的《珊瑚島上的死缸》 這部電影確實有很多重的歷史意義可以說 亦都相當有趣 首先就說它是1980年上海電影製片廠製作的 其實1980年有什麼年代呢 當時是改革開放的初期四人幫下台了 沒有久的 這部電影是一個小說改編的 那個故事就說在一個特別城的地方裡面 就是一個教授他研究一些超級電池 過程當中當然是排除曼蘭 後來這個教授死了 他一個徒弟亦是他的女兒情人 要將這個技術怎樣呢 不要落入這些外國資本家的手中 變成他惡鬥連場 最後就在珊瑚島上這個地方 就跟他那個教授師傅的一個好朋友 就用這個死缸 就是擊毀了這個資本主義的圖騰象徵 就是想運走這個電池的一個藍艇 最後當然就是大團圓結局 因為這個教授他一直以來都是抗拒 將這個電池的技術 賣給這個資本主義的這些集團 和這些國家 整個故事當然就是在1980年裡面 你會見到能夠拍成 為什麼我說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作品呢 你看看這套戲其實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相當多的街景 其實都是一些英文的路牌 一些廣告牌 固然我看畫面的影像 我估計其實雖然是經過了這些外國的街道 亦都說這個故事發生在W城的地方 不過從畫面的影像來看 我覺得應該都是來地拍攝 而這些街景只不過是剪接上去 但是這部戲其實更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的男女主角都是穿西裝打胎 女主角就是戴珍珠的項鏈 穿一些花長裙 住的是西洋的大屋 整個鋪排或者故事的發展都是很西洋味很濃 甚至乎那些大奸角都是染了金頭髮 雖然一看就知道是中國人的樣子 不過也有一些真的是外國人 其實為什麼我會提一提山湖島上的死缸 因為在當時共產主義的中國裏面 能夠拍出這部電影 我覺得真的可以說是一個歷史的里程碑 雖然你說這部電影的故事橋段 或者拍攝技術都不是那麼出人意表 但是其就其在它是能夠在中國裏面拍攝 反過來說其實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裏面 無論是改革開放之前 或者改革開放之後的二三十年都好 中國你都會發現有幾個藝術的所謂版塊上面 你不會見到它們出現太多或者一些很好的作品 其中一個除了你說是科幻片之外 另一個就是武俠 為什麼金庸、古龍、梁宇生、溫瑞安 他們都會被視為八十、七十、六十年代 很重要的武俠小說作家呢 我個人覺得在兩岸三地 當時確實中國大陸確實一個所謂無神論 或者一個大家都要忠於一個中國的原則底下 這一類型的一些所謂科幻、武俠的題材 並不是這個國家想你拍或者想你寫的題材 所以很大程度上香港和台灣在過去二三十年裏面 在這兩個文化版化裏面就成為了主角 當然你說科幻電影在香港除了一系列的惠斯里電影之外 我數來數去都沒有太多 大概只能夠讓我想起有印象的 可能就是伊雷的星際頓胎 或者是李修賢的中國超人 那就證明了其實科幻電影這次的流浪地球 確實就是在改革開放之後 甚至可以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之後 一套相當重要的作品來的 至於這套作品有多重要 以及我自己的解讀是什麼呢 就跟大家繼續再談了 融合音樂